印尼昨晚在经历一阵天摇地动 即便是七级浅层地震 单从这一幕便可以看出情况不容小觑 鸟笼跟着建筑晃动剧烈摇摆 上个星期才经历一场地震的民众有如惊弓之鸟 赶紧把车子停在大街上惊恐不已 美国地质勘探局指出 镇央位于隆木 镇原深度达10.5公里 印尼气象局一度发布最低级别的海啸预警 并警告可能会有小浪来袭 随后已经撤除预警 一些民众还通过社交媒体求助 我们需要帮助饭 饭 食物和食物 我们也需要帮助饭 我们也需要帮助饭 因尼减灾机构的伤亡人数短时间内飙升 从原本的32人单被飙升到82人 多数人来自隆木的北部和西部 当地还有上百人受伤 千多所房子摧毁 当局部排除 死亡人数还会攀升 Jerusalem realm,我們知道 我们消息 医院的病人也必须紧急撤离 由于当时刚好下起大雨 医护人员只能把他们暂时安置在走廊 目前还有多个地方面临电流中断问题